高雄市有一位剛生完孩子的產婦 入住了月子中心 前後住十天花了五萬塊 然而卻受了一肚子氣 我們帶您看到 因而住進去月子中心的第一天 就發現這月子餐的湯裡面 您看仔細出現了 這樣的一個S型的掛鉤 那麼第三天的月子中心驗出 孩子黃胆指數過高 要求轉診 結果大醫院檢查報告出來了 黃胆指數是正常的 家屬抱怨說 這讓新秀人這次秋寫檢查 看得媽媽心疼到哭出來 月子中心也強調 新生的黃胆變化本來就很大 會提出轉診 也是出於謹慎的考量 為了讓剛生產完的老婆 得到更好的照顧 陳先生讓太太住進月子中心 沒想到住進去的第一天 月子中心就出包了 那個湯底裡面有什麼料 結果翻了一個 就是撈了一下 這個都撈起X型公款 那因為瓜哥的部分是 阿姨打湯的時候 不小心掉進去 也對這個媽媽非常的抱歉 當下我們也有跟她做 很誠心誠意的致歉 原以為事件就此落幕 沒想到才隔兩天 月子中心通知家屬 嬰兒黃胆數值高達19.2 建議轉診 家屬立刻帶孩子到大醫院檢查 檢驗報告出爐 指數14.8 根本不需要轉診 我老婆看了小孩子在那邊 又被扎身 又被做什麼的 又很擔心 又在那邊哭 黃胆過高 小朋友很有可能怕要換血 所以是為了小朋友著想 才幫他轉診 同時也有在幫他做一些照光的治療 轉診到大醫院的時候 他可能黃胆數值有下降到安全範圍 誇張的還不止這樣 都通報是誤處 卻沒關掉警鈴 讓他繼續想了將近半小時 等到退房當天 陳先生甚至接到電話 說遙控器壞了 要他們賠1000元 10天花了5萬塊 想要讓老婆孩子得到最好的照顧 錢花了卻受一肚子氣 月子中心表示 會再和當事人溝通 將誤會解釋清楚 記者楊忠銘高雄報導